嗨 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彩虹屋 我是你们的小兰姐姐 那在今天的彩虹屋当中呢 小兰姐姐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 是不是好久没有和大家一起玩了呢 有趣的拼贴画 那今天呢 小兰姐姐的泡沫拼贴画呢 相信大家一定看出来了 这是我们可爱的小雪人啦 希望这幅拼贴画 可以让你在炎炎的夏日里 感受到一丝凉手哦 那还等什么 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彩虹吧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做我们的小雪人啦 那首先呢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上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圣诞树 让我们先把圣诞树 这个蓝颜色的圣诞树 给它沾上 蓝颜色的圣诞树 也在了上面 那树根呢 同样也是 我们来寻找一下树根的颜色 圣诞树的上面有一颗黄颜色的五角星 让我们把这个橙色的这个橙黄色的五角星贴在上面 在橙黄色的五角星中间呢 还有一个白颜色的星星 让我们的这个星星变得非常的立体 同样也是贴在上面 啊 是不是很好看呢 那在我们的星星周围呢 也是遍布着各种五颜六色的星星 我们把它都贴在我们的整个大树的周围 好 现在呢 我们这一边已经打扮的差不多了 嗯 接下来就要来我们这一边的主角了 也就是我们的雪人 首先我要把我们的雪人的这个身体啊 白颜色的胖胖的身体 给它贴上 按照它的轮廓 哎 贴在上面 那既然是雪人呢 我们要很注意 把雪人的这个帽子也给它贴上 它带了一丁红颜色的帽子 然后我们的雪人呢 同样也是围着红颜色的围巾 它的小手呢 同样也是红颜色的 那在我们的雪人 它的手帽子 还有围巾都已经做完的时候呢 我们最重要的 还是要把我们的雪人的眼睛 给它贴上啦 两只眼睛 当然啦 小咪咪的嘴也是不能够缺少的 我们的雪人是不是很可爱呢 感觉好像还是少了点什么 哦 原来是雪人的小鼻子 我们还没有给它放上 雪人有着紫色的长鼻子 然后在雪人的身体上呢 还有着紫色的衣服扣 然后我们都把它放在上面 第二颗也要粘在上面哦 好那现在呢 在我们的画面上还有几个很可爱的小雪花 我们还没有给它贴上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给小雪花贴上颜色吧 我们首先呢 贴一颗粉色的雪花 好了小朋友们 现在呢我们张一幅雪人与圣诞树的拼贴画就已经拼贴完成了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好看呢 蓝色的圣诞树 白色的雪人 戴着红色的小帽子 身上呢有着紫色的长鼻子和紫色的衣服扣 我们的snow man也就是雪人的意思 它是用黑颜色写出来的 小朋友怎么样 有你喜欢的颜色吗 小朋友们 今天的这幅拼贴画你们喜欢吗 那小蓝姐姐最喜欢的颜色呢 当然是蓝色的圣诞树了 不知道小朋友们你们最喜欢的颜色是哪一个呢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拼贴画 就记得多多关注我们的彩虹屋吧 当然了 如果你喜欢玩具 想要看更多有趣好玩的玩具的话呢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玩具欢乐秀和玩具故事屋 好了 那今天的惨误屋就到这里 让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啦